站到椅子上的陈兆毅 正忙着给各家店铺的名牌贴上桃园的标签 作为桃园市半首理协会前理事长 他依然尽心尽责 而在两天前跟着陈兆毅一起 来到广东东莞的各位店铺老板们 也已经开始热情招呼客人 在台湾特色主题街里 来自桃园市 台中市 苗栗县 高雄县 等二十余个县市的台湾风味 游客都可以一一品尝 这里不是台湾 而是在近日开幕的 2023第十四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现场 我们今天过来的带一些比较优质的食品 比如说我们的茶油 我们的豆腐卤 还有我们自己做手工烘培的农特产品 让我们这边的消费者 可以吃到比较健康 比较养生的东西 记者台湾一日游的第一站 先来到桃园 林韵中和夫人在桃园开创了自己的食品公司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 他们的产品《早到幸福》 成功被评选为桃园好礼 这是由桃园市当地政府层层评选出来的 城市美味名片 入选的伴手礼可以得到官方的推广 也能得到包装设计上的优化改造 我们桃园好礼 总共现在目前已经有选了大概八届的商品 但是它每一届都是没有重复 而且每一届都是透过评审 然后上台去报告 然后把所有的 你为什么会认为你代表桃园的商品 然后可以把它呈现给那些评审 那进入到决赛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奖项 现在林运中也成为桃园市伴手礼协会的理事长 他和同事们作为桃园好礼这张名片的拥有者 组团而来实力强劲 期望在台博会上扣开大陆市场的大门 这位理事长也表示 他会把这次感受到的两岸消费习惯的不同 带回台湾普及给更多朋友 方便大家开拓市场 我们还是习惯说用那种现金支付的 这一点还是回去要跟我们的会员 如果说要来到来大陆这边做一些商展的时候 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先把支付跟收付的条件 要先把它调整好 才有办法更快的跟这些市民做一些沟通 跟一些支付的方式 每位之旅的第二站是苗栗 这位老板一见到记者 就迫不及待要先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苗栗来的哈嘎尹 客家妹 看我的年纪大概应该不会很大 但是我做这个广告设计已经做了34年了 那我这个就用我自己的这个优势呢 然后就是把我家的产品呢 就是这样靠包装 就行销到蛮多国家的 利用自己多年的专业技能 打造出有创意设计 又保持环保的包装 加以家乡原生态手作的美味 黄敏元期待大陆消费者 也能爱上自己家乡的好味道 东莞是我很想要再过来推广的 是因为我已经来过一次了 那这里的接受度是非常广的 那就这一次四五年没来的 就是正式再来看看大家的那个接受度 和黄敏元展位相邻的梁芳瑜 则是带来了更加原汁原味的产品 从爷爷已被传承至今的风味美食 梁芳瑜希望能分享给更多大陆的消费者 而来到大陆餐展不仅仅是推销商品 来自苗栗的商家对自己家乡也赞不绝口 好山好水同样值得大陆游客亲身感受 苗栗大部分都是很勤劳朴实的客家人 那我们所有的东西大部分是手做的 手做就比较重在慢功夫 然后健康上也是非常考量的 苗栗它属于三层 三层的话 那当然就是三层的部分空气非常的新鲜 大家可以来这边 可以放松心情可以在漫步可以走一走 来到我们苗栗可以好好欣赏一下我们苗栗的风景 分享家乡味 透宽朋友圈 黄敏元说他并不计较这几天的销售额 但很期待在大陆找到合适的伙伴长久合作 本届台博会吸引两岸700多家企业参展 改革开放以来 台湾一直是东莞重要的贸易伙伴 东莞现有台企3800多家 占外资比重近三成 累计实际利用台资205.9亿美元